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立武当派之后 收有七个徒弟 分别是宋远桥 余连州 余代言 张松熙 张翠山 殷尼亭 陌生谷 这七人被诗人称为武当七侠 其中武侠张翠山天资聪慧 乃是七人中天赋最高之人 后来张翠山结识了明镜四大法皇之一的白眉英王的女儿殷素素 两人相爱并成了亲 后生下一个儿子 日后成为了一位大英雄 那便是张无忌 张无忌原本是出生名门 父亲是武当派的 母亲因素素是名教的 父母都是名门大派 张无忌的起点这么高 按说他的命运应该是比较顺风顺水的才对 可惜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便离开了人世 张无忌一度命途多船 还好后来阴差阳错的 也练就了一身武功 光明顶一战 张无忌大显神威 由此一战封神 之后 赵敏带着一杆古林高手上 武当派寻衅滋事 赵敏先派出甲空相去欺骗张三丰 甲空相兼计得逞 用波弱掌偷袭了张三丰 但张三丰作为江湖中的老前辈在重伤之下 依然一战便秒杀了甲空相 由此可见张三丰的武功之高 几乎已人化尽 赵敏在张三丰受伤的情况下 挑衅张三丰 让张三丰下场迎战 张三丰活了一百多岁了 很多事都看开了 他当即就要应战 这时候 旁边的一名小刀童拦住了他 这名小刀童乃 是张无忌所假扮 先前张三丰给于代言掩饰太极拳的时候 张无忌便在一旁给记败了心灵 这时候 他看自己最敬重的太师傅张三丰遇到了挑衅 当场就站了出来 张三丰一看这小刀童 这么年轻 在看赵敏手下的高手 浑身上下一股杀气 当时武功不弱 因此张三丰不太相信脸前的这个小刀童 这时候张无忌把手握住了张三丰的手 给其输入了一股内力 这内力雄浑无比 张三丰当即就在心中暗暗地发出了一句感慨 以天图融迹里的原话是这样的 生平所欲人物 持有本师学院大师 郭大侠等寥寥数人 才有这等修为 至于当事高人 除了自己之外 实想不起再有第二人能真此境界 张三丰不愧为武林老前辈啊 这短短一句话的感慨 便把其生平所欲高手都评论了个遍 在张三丰生平所欲到的高手中 绝稳大师 郭敬郭大侠的内功 那确实是没得说的 绝稳大师练成了九阴真经 上的武功 郭敬则练成了九阴真经上的武功 这两人的内功修为 那确实没得说的 当然 张三丰的这一句话 也是对眼前这小道童内功修为的一种肯定 张三丰感慨完之后 自然是相信了这小道童的实力 接着 张无忌下场与赵敏手下的阿三过招 张无忌刚开始想要用张三丰新创的太极拳招式与阿三打 用意很明显 是为了养武当之威 可是 张无忌打了几招太极拳后 发现效果虽好 但是自己用正刚学的太极拳来却不太熟练 而阿三的攻势又很是生猛 因此张无忌把乾坤大挪移和这太极拳一起使用了起来 很快 阿三便被打得是狼狈不堪 阿三恼怒不已 他使出了自己的大力金刚指 这阿三乃是昔日大败少林众高手的火攻投驼的徒弟 大力金刚指在他手里使将出来是凶猛无比 张无忌虽然能用乾坤大挪移打败阿三 但是他更愿意用武当的太极拳来打败阿三 张无忌和阿三对打了老半天 一旁的张三封建张无忌 虽然太极拳打起来 有那么几分味道 但是却依然未领会精髓 于是张三丰又给张无忌稍加指点了一番 张三丰说了这样一句话 用意不用力 太极远转 无始断绝 当得积得势 令对手齐根自断 一朝一世 务须节节贯串 如长江大河 滔滔不绝 张无忌听了张三丰的指点之后 运用起太极拳来更加的得心应手 很快便打败了骄横不可一世的阿三 阿三被打败之后 阿三的师兄阿二又上去和张无忌打 很快也败下阵来 阿三和阿二都败了之后 赵敏和张无忌等人打了一阵嘴仗 期间张无忌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与张三丰相认了 张三丰看到昔日身中玄冥神长的张无忌 如今活得好好的 还这么有能耐 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 接着 赵敏又派阿大出场与张无忌打 阿大手拿倚天剑 他要和张无忌比试剑法 张三丰剑撞当场就让 张无忌跟他一起学习太极剑法 在张无忌学剑的时候 由于这太极剑的境界时代太高 把在场的其他高手们都给看猛了 期间 张三丰连续问了张无忌几次无忌孩儿 你忘了多少这样的话 张无忌的回答 也由刚开始的忘记了一小半到最后的太师傅 我全忘了 这一老一少的对大 只把一旁的鸣角子弟们给弄得杖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其实他们不知这张三丰太极剑法的精髓 本是众神合意 而不是众招 剑法招式是死的 而剑法招式上的神合意却是活的 只要得太极剑法的神合意 那么就可以使出无穷无尽的千变万化的招式 这个说白了就是所谓的无招胜有招 这一点张无忌能明白 在场的其他人却大都看不明白 因此他们才会被张三丰和张无忌的对话给搞猛 张无忌学完太极剑法之后 便下昌与阿大比试 这阿大本名方东白 原本是该帮的四大长老之首 生平最擅长使剑 人颂外号叫做八臂神剑 方东白的剑法高超 又有一天剑这等神兵在手 那可是相当于加了不少的攻击力 而张无忌手里则拿的是一把木剑 很快双方便打了起来 斗了一阵子之后 自然使太极剑法获胜 张无忌赢了 方东白输了 赵敏兼自己手下的三名高手都败给了对手 当即宣布撤离 武当派能躲过这一次劫难 张三丰和张无忌 这一老一少 可谓是功不肯没 张三丰老前辈临场授武 对张无忌只是稍微指点了一下 太极拳和太极剑的武功心法 张无忌便领悟了其精髓 且立马献学献用 并大破赵敏手下三大高手 不得不佩服张三丰和张无忌 这两人都堪称不是出的武学奇才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换颈给您回谈